好 現在我們的手機呢 要如何 不用接MAC 就能夠把檔案傳給MAC 好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設定呢 首先我們點選 這是MAC 點選MAC的 Finder是點開 點開之後呢 這邊一個AirDrop 把它點開 點開之後呢 下面這邊點選所有人 好 限定所有人這邊可以選 選所有人 就是所有人只要傳輸都會 因為反正你都已經在這一個 MAC旁邊附近嘛 但是注意一下 這個必須在同一個網域 就是你的WiFi必須 連同一個WiFi 所以我這已經連了同一個WiFi了 好 那 接下來這是你MAC的部分 這樣子打開 因為你要把手機的東西傳過來 當然你的 MAC的東西要傳到iPhone裡面 也是可以用這方式做 好 這個是MAC的部分已經設定好了 接收的部分 好 然後現在看到這隻手機 好 這個手機的話呢 第一個呢 我們就是要 好 點到手機的手機畫面 打開 一樣要同一個WiFi的網域 好 同一個WiFi網域 好 要同一個WiFi 這一樣 兩個都要同一個網域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把下面往上滑 好 按下這個WiFi長按 它就會跳出這個 AirDrop的設定 這個要點選 好 一樣是所有人 點選所有人 好 選了之後就設定了 這兩個就通了 好 通了之後呢 現在就是去點選 我們選一張照片來 丟好 選這張照片 好 然後 點了之後先打勾選擇 選起來 好 打 這是沒有 就是取消嘛 好 然後再選 再打勾一次 打勾好 然後這邊就可以點選 這個就是我的MAC的部分 它傳送 這樣跑一圈就跑完了 好 然後進來 進來之後會在哪裡 好 這樣已傳送嘛 已傳送之後在哪裡 在下載項目這邊 點過來 就這張照片 它這樣就傳過來 所以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從 手機直接 透過WiFi直接傳過來 你不用接線 好 這個不用接線 就可以直接傳了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好 以上就是 iPhone如何跟 MAC傳送檔案 不需要接線 用 同一個WiFi的網路 就可以傳送了 好 但是特別注意一下就是 這個部分來講 如果你是要傳大量 你是要勾好多的 包含影片什麼的 都勾起來 照片選起來 然後用這個方式傳 就需要一點時間 好 那注意一下就是 通通都傳到下載項目 那就可以 直接點直接用 不需要接線 這蠻方便的 當然iPhone跟iPhone也可以互傳 這都可以 好 記得要通通網域 好 來 試試看吧